17题6个元素之间形成的化合物迅速哪些正确 甲和饼可以形成离子化合物 用形成离子化合物需要有金属元素 把他的电子丢给非金属元素 对需要同时存在金属元素和非金属元素才行 现在钠是金属 氯是非金属 所以可以形成离子化合物 这个离子化合物就是氯化钠 新选项 乙和钉可以形成多种化合物 氮跟氧确实可以形成很多不同的氮化物 像是NO2 N2O N2O4 等等 新选项 钉和氮化物形成了分子化合物中 钉的氧化素可以是负一 现在要看的是氧和谷形成的分子化合物 好像没有看过这种东西耶 不过没关系 你可以从氧化素的定义来想 氧化素最原始的定义就是说在一个分子结构中 我现在随便画一个分子 画水分子好了 这个分子结构里面只要有键 只要有电子共用的地方 我就要把这些共用的电子 放到电负度比较大的人身上 现在氢和氧 电负度大的是氧 就要把这些电子全部都看成在氧身上 所以现在氧的旁边应该总共会有八颗电子 再去跟氧原本的价电子数 应该是六颗来比较 就发现它多出了两个电子 我们就说氧的氧化素是负二 那这时候新的身边完全都没有电子 跟它原本是一颗价电子比较 就发现它少了一个电子 氧化素就会是正义 你这样子的定义来想 只要氧跟氧形成氧化物 因为氧的电负度是整张周期表里面最大的 所以氧一定会把氧的电子抢走 让它从原本有六颗电子变得比较少 这样子氧的氧化素就不可能会是负的 应该会是正的 所以C是错的 氧化素可以形成的其中一个化合物是OF2 因为氧会抢别的电子 只要形成化合物 氧的氧化素就会是负1 就代表在这个分子里面 氧的氧化素是正乌 诸选项 以氧饼形成的分子化合物 形状是平面三角形 氧和氯形成的化合物好像也没有看过 不过氧是7A组的 为了满足巴鱼体 它少了一颗电子 就喜欢伸出一只手和别人共用 这点跟氢是相同的 这样子既然我们知道有NH3氨气的存在 大概就会有NCL3的存在 而且它的结构长这样 会看到中心原子弹的身上 有一对LP 还有接三个原子 旁边总共有接四个东西 就是SP3混成 SP3的基本形状应该是四面体型 不过拿掉一个位置改放LP之后 我可以看到有原子的地方 它应该会形成三角锥形 因选项 甲氨钉可形成离子化合物 一个是金属 一个是非金属 可以形成离子化合物 钉的氧化素可以是-1或是-2 -2是氧最常见的氧化素 这带没有问题 它形成的就是NA2O 如果是-1的话 它就是过氧化物 过氧化钠也是存在的 会写成NA2O2 它实际上还有超氧化钠存在 超氧化钠代表氧的氧化素是-2分之1 化学式就写成NAO2 再说吧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